大家好 前两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讲当我们老了 行动不太方便了 以后怎么样养老的问题 但这个视频很快就被平台删掉了 具体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有些语言是不是不太恰当 但是有些粉丝朋友还是看到了 然后再给我发私信 就说希望能再看看这个视频 然后另外还有粉丝朋友 交流了他自己的情况 确实比如说有一个粉丝朋友吧 他是北京的 然后他的老父亲95岁了 也是需要照顾 但是请护工吧 都是一万块钱都请不到合适的 这些人都是光拿钱不干事 最终还是靠兄弟姐姐妹轮流来照顾 并且他们自己都是70岁的人了 自己的下一代都是独生子女 以后自己养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并且更棘手的一个问题 以后怎么办 所以想就这个问题的话 我今天再重新讲一下 就是用最温柔的语言再重新讲一下这个事情吧 首先讲一个我遇到的一个养老的一个故事吧 就是在我住的那个楼的一楼 大概五六年前吧 就是搬来一户人家 他们就是专门买了这个房子 给他们的老母亲养老的 他们老母亲搬过来的时候 也差不多90岁了 但是人非常的硬朗 每天一个人坐公交车到人民公园那边去玩 估计那边有他的老伙伴吧 但是这个老母亲的话 他就是有时候脑子有点糊涂 经常是忘记关水关店 关火 有一次就是说水漫金山 把下面的房间都淹了 然后地板也全部换过了 还有一次就是他厨房起火了 当时好不容易扑灭了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他们家也请过护工 但是每次请的时间都不长 要不然就是觉得不满意 不负责 把他辞退了 要不然就是自己不想干了 觉得太辛苦了 所以最终还是由他们家的子女过来照顾 他们家子女也挺多的 好像五六个还是七八个 经常过来 但是都是白天陪陪老人 晚上他们还是回自己的家 所以在今年吧 我本来去广东 然后回来以后 听说那个老太太就突然去世了 具体原因听邻居聊了一下 就是老太太不小心自己摔了一跤 然后因为年纪太大恢复不了 从此坐上了轮椅 但坐上轮椅以后 也就是一两个月吧 老太太就去世了 据说是不太适应吧 因为自在惯了 坐在轮椅上面也不安分 用家人的话说就是不听话 有时候还弯腰去捡东西 又从轮椅上滚下来 一两次以后就早知道离开了 实际上我很理解他的状况 因为在中国的老人 你一旦坐上轮椅以后 你的生活的范围 确实受到很大的局限 因为我自己带小孩 我知道我推着婴儿车 我去逛过街都非常的艰难 那些经常都会有各种障碍 一些提坎 一些或者到处停着自行车 把路挡住 你还要去到马路上去绕一下 对面又是汽车 就是很危险 并且你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会遇到 只要是有人行者的地方 你都会遇到那种送外卖的外卖小锅 横冲直创的过来 你要随时提防 所以你坐上轮椅以后 你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在户外的活动了 所以这样的话 对老人来说的话 它是很难受的 所以这就是在中国养老的 可能比较现实的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请人照顾 首先你请护工吧 要价高 但是光拿钱不干事情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家人 但是靠你的子女 但是特别是到了我们下一代 都是独生子女 他怎么可能顾得过来 并且这种养儿防老的那种观念 越来越淡薄了 所以这也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 现在对老人的考虑是不够的 你如果老人坐上轮椅车以后 你的行动会非常的不方便 你的户外活动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这样的话 对老人他的健康 他的生活质量 肯定是会降低很多的 那么在美国 它的养老制度是比较完善的国家 它是怎么实现那种老人的养老 特别是那种行动不方便的老人的养老 我用自己的那种观感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在拉索加斯呆过一段时间 拉索加斯在大家印象里面都是堵层 但实际上拉索加斯在美国也是著名的养老目的地之一 因为那里它气候比较温暖 然后物价又比较便宜 气候又干燥 所以老年人也喜欢到那里去养老 实际上在美国养老方式挺多的 听说在美国养老院也挺发达的 但是我见到的在家里面自己养老的老人也非常的多 因为养老院我估计价格也不便宜吧 比如说我当时住的那个公寓 有一次我交租金的时候 就看见一对老太太进来问有没有空房 这对老太太后来一了解 他们是一对母女 女儿70多 母亲90多 他们在直到没有空房 起身离开的时候 从座位到那个门口 开门出去都花了五分钟时间 都是威威战战的相互的参呼 这种抱团养老 母女两抱团养老 所以在美国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你还经常能看见那种坐着轮椅车 在大街上逛的 他自己有动力 或者自己在推着轮椅车走 但是这就是美国他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的基础设施很完善 虽然整个城市你看着不大 整个拉税加市也就是几十万人吧 但我们的标准都是小线程的标准 如果是中国人到那里 肯定就把它冠名成什么什么村 因为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面 就是必须是高楼大厦 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的才算是城市 在拉税加市里 即使在市中心大街上 实际上走路的人都不多的 但是那些坐轮椅车的人 他就是畅通无阻 到任何地方没有任何障碍 没有任何那种提坎 那些提坎它都是有坡道的 然后你过街的话 人行天桥 下面都是设置的那个电梯的 那电梯并且是超级巨大的那种电梯 装十几个人 什么轮椅车 什么都可以塞进去的 然后你进商场的话 有专门的那种按钮 是为残疾人准备的 你按一下 那个门就直接打开了 你不需要去推门 所以它的设施非常的方便 并且你逛美国的大超市 像沃尔玛那种 它有专门给残疾人的车位 你如果是其他的人停在这里的话 不用警察出面 马上周围的人都会指这里 上次我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对白人的夫妇 就停了残疾人的车位 然后马上有白人指责他 然后那个黑人仗着身高力大 就把那个白人推到在地 然后那个白人在地上 就直接掏枪 几枪就把那个黑人干掉了 最后法院宣布那个白人无罪 所以它整个社会的氛围 它就是保护老人 给老人提供便利 所以我感觉美国他老人养老的话 第一 他是设施比较方便 他还是靠自己养老 第二 他就是人很硬朗 美国人他腿脚好像比中国老人更好 第一 你到超市里看到处都是什么保健品 并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全是大观众的 特别是到Costco 比如说像什么维生素 钙片 美国人都是常年吃的 所以在美国还看见一种现象 就是有时候你购物的时候 你看从车上下来一个 微微战战的一个老人 走路都走不了 然后拿着一个车 靠车的支撑 然后进超市去购物 但是他居然还在开车 一看那个年龄大概八九十了吧 但在美国应该是开车 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所以我经常担心 这些老人如果昏倒在车上怎么办 那不是很严重的交通事故吧 但是美国老人 他养老的一个最大的弊端 就是他要请护工的话 那个完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为美国的人工太贵了 他最多能享受一些 义工的一些服务 但是那义工服务肯定是不完善的 这个的话真是泰国的一个优势 大家都知道 泰国他人力成本很便宜 并且他的服务质量非常高 特别是他的服务意识非常好 在我住的那个公寓里面 我看见有一个美国的女人 他也是请了一个泰国的副工 这个美国女人 他倒不是因为年龄太大 他大概五十多岁吧 但是他是下腿天生残疾 那个腿特别的短小 是不能走路的 所以他也请了一个护工 那个护工就是每天 大家到游泳池游泳 晒太阳 然后平时各个地方到处逛 什么超市啊 夜市啊 商场啊 我经常能碰见 那个泰国女人 推着那个美国女人到处逛 具体价格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想应该是不会超过三千人民币吧 因为那个澳洲大叔啊 他都是快六十的人了 他找了一个泰国女朋友 那个泰国女朋友才二十一岁 他每个月给他的那个工资吧 就是一万泰铢 相当于两千多人民币 并且这个泰国小姑娘每天还要做饭 所以我想你请一个护工的话 应该一万五千泰铢 就三千多人民币应该能够搞定吧 你在国内你请一万 你花一万人民币 你都不能请到一个好的 合格的一个护工 但是在泰国的话 你完全可以找三个 我想的话 我如果是以后在泰国 如果行动不便了 我肯定不说找三个 我找两个吧 就是一个负责家务啊 就是做饭啊 收拾房间啊 另外一个的话 就身强力壮的绑大妖园呢 泰国女人就带我到处逛吧 有时候去海边 捶捶海风 有时候去商场 去超市逛一逛 实际上你在巴提亚 在海边上 你也经常能看见那种 一个泰国女人 推着坐在轮椅车上的 一个白人男子 这种现象 屡见不鲜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 泰国养老的一个优势吧 也是我们中国人 如果是以后推脚不方便了 然后去泰国 可能能享受到更优质的一个服务 跟质量更高的一个网练生活吧 上一次我那个视频下面 我看到有个人评论啊 就说你太太怎么办呢 你嫂子怎么办 我想的话 因为我太太她身体比较单薄啊 她应该是那种力气活也干不了 所以说她就把它负于一个 监工的一个责任吧 就是她在那里监督这两个泰国女人 她照顾是否到位 然后每个月按工行赏 比如说干了好的再发点奖金 这样的话鼓励一下他们嘛 让他们以后那个服务质量更高 然后另外可能有人会问 就是说你 你在泰国你若生病了怎么办 你没有国内的那个医疗保障 泰国的那个保险又比较贵 我觉得都到这个时候了 就不要考虑那个费用了 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千亿服务去世了吗 就是人走了 一千亿虽然在那里 但是对它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所以我们在就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考虑钱了 考虑的就是有质量的生活 这个肯定是第一位的 好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谢谢